大家好 我是牛哥 这就是我牵插的鸟 它有各式各样的牵插法 我来简单的解释 这个 用的泥土是 培养土加珍珠源 盖上一个套子 然后 这个套子 有打开一小部分的洞口 根部很多 底部这个有开一个小洞 这个也是一样 也是开个小洞 也是有根 底部也是有扎两个小洞 这个就是培养土 参珍珠源 再参和沙 这个另外的 就是培养土 珍珠源和沙 再泡水 也是来根 水只是泡 底部 ECM 也是十多天来根 这个应该是十五天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培养土 也是 跟珍珠源 也是来根 底部放桃栗 也是来根 就是水分要控制 在前头挤一挤 没有水处 就可以了 底部放桃栗 比较透气 成长的也不错 好 好 下来这个 水土培根 放一个 那个土 掀下去 然后再泡在水 它的情况也是来根 水泡在底部 一两公分 也是来根 套上一个套子 好 也是来根 好 再来一次 这个是 用水来泡根 也是有根的 大约是十五天 泡用水泡根 那一根比较慢 放框也不错 重点也要把它砸住 不要给支票脱水 这个 有放 牛巫王 牛巫王是杀进 放了牛巫王 大约一个星期 才用一次煮 也无所谓 如果水不肮脏 也不用了 牛巫王的作用是杀进 不错 好 这一种就是用整组园 整组园加一点水 也还有潮湿 盖着 打一个小洞 看到吗 他也是有来根 看到吗 根 各式各样的牵插法 他也是有根 看到吗 也不用急打开 也不用手法 就是这样放着 看到吗 他的根 这个 这个也不错 椰康 跟培养土 跟佛少尼 加一点陶粒 也不错 根已经黑色了 这个 已经有一个月多了 稳了 软多鱼 这个可以鱼去盆都不会死了 看到吗 根已经黑色了 就这样 不用浇水 他也不会死 放了 当的时候才放一点水 好 这种 就是和沙 参珍珠园 缠一点 甜土 也不错 来个根 比较快喝水 比较快喝水 也不错 这种有套纸袋的 这种有套纸袋的 套纸袋的 也不错 这个是 泥肚全插好的 再放在水泡 这个是给他 根不不怕水 根不不怕水 这个是 没有放水的 放在 前叉好了 盖上一层 没有放水 这个是给他放水 这个是和沙 跟 普通的泥土 他也来根 和沙 普通的泥土 也可以 尽量装置水泵 炒射就好了 冬前头鸡一鸡 这种也不错 珍珠园培养肚 也不错 腰头还没开 这个也不错 这个如果存活 激励也是很高 因为他不怕水 他就插在 珍珠园培养肚 跟他杀 然后泡在水 他就不怕水了 移苗的时候不会乱根 好 祝大家 中心愉快 好 这个就是我小小的 试验 这个也是 赔水 赔水 这个是放火炭 放火炭就要 他也杀劲 不够 不强 三三两天 不要帮你吃水 自身真的不错 通常是这样 还没复灯 我们最好把他的鸭 减掉 留两个鸭 两个鸭 让他除了灯 再继续承载 好了 祝大家高级愉快